欢迎回到节目现场 我们来看本周上映的精彩新片 阿诺斯瓦辛格 西维斯·史特隆 以及李廉杰 梅尔吉伯逊等多位国际大咖 再度演出《浴血任务3》 展开史上最强的浴血大战 多年前走入歧途的前任队友 成为主角一行人的暗杀对象 刺杀失败后 想不到对方卷土重来 展开复仇计划 这次《浴血任务3》 还特地邀请了代表美国参加奥运的 格斗美女龙达鲁西 以及WBC的《世界拳王》 他们说这部作品 就像是电影界的奥运 非常期待 很多要求 看起来 作为警察 先把努力放在一起 我明白你必须工作的时间 但你还在这里 你还在这里 你好 爸爸 我爱你 那我是温豪 接下来电影《恶魔行事录》 要肩负常人的思考逻辑 见识恶魔的恐怖 一连串骇人又匪夷所思的凶杀案发生后 纽约人心惶惶 惊艳老道的警官完全无法解释这个案件 于是找来神父一起追查天下 本片改编字真实故事 到最后警官发现 原来恶魔的目标就是自己 你怎么会认识呢 Wallace 这是我弟弟Chan Tree 在那儿饰演哈利波特的丹尼尔这次化身痴情男主角 在电影《好友练习部》中 刚和女友分手的男主角生活一片惨淡 直到在派对上遇到女主角后 才重新恢复活力 但想不到她已经有男朋友了 对方还是个高富帅 让她只能当个好朋友 你的眼睛关掉吗 是的 你还好吗 我没关系什么 我会在台湾的工作 我会继续去 从友情到爱情 男女主角的暧昧关系 到底能不能够有进一步的发展呢 所有船航 我们有热烈的热烈 在北斗坡里面 来吧 我们来开车 最后我们来看看汽车总动员的续集 由迪士尼一手打造制作的 《飞机总动员2》 《打火英雄》 《飞机总动员2》 《飞机总动员2》 来自美国中西部小镇的 螺旋桨小飞机 自从拿下第一个冠军后 继续南征北套 参加无数比赛 最后转职消防员帮忙森林救灾 看这群空中豪杰 英勇地穿梭在森林里面 扑灭大火 维持地区的安全 托车车 嗯哼 爆炸 以上就是本周新片 祝大家周末愉快 恐怕意外发生了之后 特首在海外复原 跳迫在港温队 全力温失终结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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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整个街道没人 重新剩下我们这家车车车 不知道有什么事发生 报警 没办法 我刚才试过 你意思是 我意思是 大家无论再依自己 说出币一切正常 你不要记得一条粉掌 在那儿妖言 靠北了 愚昧的地球人 我不是大埔人 我先走 现在不是大不大埔人的问题 是不能走 不行 出事的不只是大埔 可能是整個香港